来看到网友在脸书上发起了反自私明代抵制台铁归宿列车联盟活动 现在提出了28点台铁不可思议事件簿 其中呢包括了自强号竟然跑得比复兴号还要慢吗 网友就举例从台北到台东列车 举光号或是自强号车票比较贵 但是复兴号684 685车次搭车时间比举光号快了将近一个小时 搭举光号或是自强号旅客反而成了冤大头 另外同样是台北到花莲 不同列车的乘车时间竟然相差有一个小时这么多 台铁表示列车停靠站和车站以及旅客需求有关会再做班次的调整